老舟公寓楼梯狭窄 伤患抬出困難重重 林寨凌晨大火 果實一發不可收拾猛烈燃燒 大火把頂樓夾蓋燒個金光 一條條人命 有貫送在這些隱章劍層上頭 拆都拆不完了 我們既募集 新北這棟老公寓頂樓 這年頭還在夾蓋 替上紅磚帆布 隱約聽到裡頭 有凍風的聲音 林家是台灣獨特風景 站上樓頂放眼望去 全是一塊一塊鐵皮屋頂 拼接成各縣市最醜勢容 最新統計 全國違建數量大約71萬 比2014年多了11萬件 光是台北市代拆的 就有34877件 一邊拆一邊長出新違建 這幾年有一個新的方規 就是說違建不得修繕 所以如果你修繕其實就可以取報 那所以導致說你會看到違建的取報案件越來越多 違建有增無減還讓急需的都更卡關 因為很多反對的都是這些違建物 你現在看到這個鐵皮屋都是全部加出來的 那加出來的面積 我防腐粉體30坪 我違建這裡也20坪 那你要給我30加25 10坪的室內新房規 我才要同意都更 就是這樣的心態讓都更難上加難 除了頂家是釘子戶 一樓做生意的店家也是都更反對戶的大宗 我月收入20萬 我何必去動 跟你先做這個 而且一個東西 因為新的法規來講 在考慮建築率跟農地的問題 我反而是我原本的使用面積就會變強 就會造成一個商業區一些一樓 不太願意配合都更 人人都想一瓶換一瓶 但現實卻不可能達成 反對都更理由千奇百怪 曾有住戶獅子大開口 要建商拿出一億資金 或說自家出貨醫生兒子 風水好 坪數要更多 還有的只比鄰居靠近捷運站100公尺 都覺得條件優越 也嚷嚷著要多分一點 我活了六七十歲 人生翻轉被變爆發护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要使命的要 都更是塊肥肉 多數民眾卻磨磨彤彤彤 談判成了建商跟住戶的拔河站 我們詢問一名住在頂家的屋主 他去年買了頂樓 前屋主在樓上又蓋了座小套房 建商來談都更 他卻發現土地平數怎麼算 全沒有相關法規 都是建商說了算 他連那個計算的方式落差 可能差到千萬 而且連選屋都變成是說 是某些住戶特別可以優先選 都已經在權力變化 都已經反映出來 大家都已經在同一個基準上 憑什麼他們可以先選 不只陳先生 就連其他部分住戶 也覺得條件不對等 建商合作都更如果不可行 公辦都更或許是解決之道 他因為他至少先解決掉所謂的 高標的問題 前期之心的問題 而且他會很明確告訴你 將來的一個建築規劃 跟你的分配人數 這些問題給出來之後 你們決定好 政府再幫你們往下走一步 再幫你們招商 1994年台北市長陳水扁 喊出違建緩差30年的特設令 如今已經來到2024年 違建卻越來越多 多更寸步難行 房務需求量高於供給量 供權力若不介入調停 大肚增時代將如偽風潭 電腦中記者中央程黃書瑋報道 現在的資訊 前期之日